红谷区食药局进一步推进网络定餐食品安全监管工作。 为进一步加强红谷区网络定餐管理、规范网络定餐经营行为,近日,红谷区食药局召开了网络定餐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责任约谈会、集体约谈川海道家、素派外卖、加力方等五家网络定餐第三方平台负责人。 约谈会上,组织学习了蓝州市网络定餐监督管理办法,并要求网络定餐平台做到以下几点。 一是要依法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,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地现场核查,严格审查入网经营者的经营资质,为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网络定餐经营活动。 二是要在入网食品经营者经营页面公布经营单位资质、量化分级等级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、民储量造、量化分级等相关信息。 三是要开展自查自救工作,对已入网餐饮单位进行一次全面清理。 对前期未经资质审查的,应暂停其入网经营,待资质完善并通过审查后再允许其入网经营,对一直不办理合法资质的入网餐饮单位,应对其做出强制下限处理,并及时将存在的问题报告去食药局。 四是加强送餐过程管控,保证食品注存、运输等符合规定,保障配送餐具的安全性,采用的盛装容器及配送保温箱、冷藏箱进行合格证的审查。 下一步,红股区食药局将继续加大对网络订餐平台和商家的监督检查。 发现违法违规问题,将依照食品安全法严厉查处,切实净化红股区网络订餐市场环境,保障网络订餐食品安全。 共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共享健康幸福美丽和谐兰州。